不過呢這個最近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上個禮拜我們不是講嗎 為了要對嘎在廣島舉行的G7 所以呢習近平還特別舉辦了一場 這個中亞峰會 但是呢請教敏寬 萬萬沒想到 這場中亞峰會 在中國國內居然炸鍋了 怎麼回事 發生什麼事呢 習皇威武 這兩天各位都知道 廣島峰會 因為廣島峰會很久沒辦了 趙輪植7年一次 之前3年又疫情 所以隔很久 怎麼可以目光都在日本呢 所以呢西安就做了一個中亞峰會 想不到這個西安中亞峰會呢 下面這些長官真機靈 怎麼說 習近平最喜歡什麼 就是當皇帝嘛 所以我們來看喔 哇那個整個場面之浩大的 所有的人就在紫雲樓下面呢 每個人都穿著唐帶的一個衣服 宮女跳舞啊 然後呢迎賓 然後整個場面做極大之後呢 然後大家就坐下來 坐下來之後就開始侃侃和談嘛 糧食的問題 鐵路的問題 原油的問題一折一折談 談完之後呢 網路就開始爆料了 真奇怪 為什麼呢 這幾年不管是春晚啊 不管是大型的一個會議啊 都走所謂的古代宮廷峰 但過去中國不流行古代宮廷峰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猜 習近平是不是當皇帝 當到現在呢 當上癮了 但沒有想到最後炸鍋了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第一個中亞五國領導人全來嘛 對不對 看了宮廷的一個表演 來到西安又吃又喝 有沒有買票 沒買票 沒買票不打緊 還掛搶劫 發生什麼事呢 習近平大筆一揮 總共要做貸款兩百六十億人民幣 然後兩百六十億人民幣 這可是名子名高 想不到這一來一回呢 兩個地方同時炸了 我們先來談就外交的部分 各位都知道 其實中亞五國 不管是什麼吉爾吉斯 哈薩克等等這些國家 過去是誰的後院 俄羅斯的後院 那俄羅斯現在呢 兵敗如三道 壓不住啦 那這次中國中亞大撒幣 對不對 他們想二十年 沿路都在流口水的這條鐵路 確定要蓋了 這條叫做中吉烏鐵路 從整個中國到吉爾吉斯 一直到烏茲別克過去 那這條鐵路呢 過去俄羅斯不准啊 我的後院 你中國來我的後院 殺野成何體同 但現在俄羅斯弱啦 所以最近有兩個跡象 第一個海森威呢 過去是俄羅斯 非常重要的一個不動港 對不對 現在海森威呢 成為中國商港內貿化的一部分 被中國收走了 被中國收走了 完之後呢 中吉烏鐵路呢 最近要簽文件 簽了文件之後 包括了礦物 包括了糧食 包括了原油 包括了很多的必需品 中國的能夠出去 西亞中亞的能夠進來 現在俄羅斯管不到了 但為什麼全國會炸鍋說 兩百六十億人民幣 會就這樣丟出去呢 原來這兩天熱搜 各位出大事啦 什麼大事呢 東莞網紅 最近有個新的一個景點 最近很多人各位都知道 過去深圳東莞 這個叫製造業的基地 最近好多人來去一看 哎呀 事情不瞄 我們國內過去有很多大型的製協廠 都在那邊三萬人的工廠 五萬人的工廠 所在都有對不對 現在是荒廢一片 那好多工人現在都找不到工作 那找不到工作呢 傳統產業這一波崩得很凶 五金業 紡織業 製協業 現在通通都不行 那工作不易嘛 工廠又外流嘛 所以失業大軍 現在怎麼辦呢 沒地方去 又付不出所謂的公交費 又起住在水管裡面 住在水管裡面 這裡面還有分一等跟二等 水管你還分什麼一等二等 分很多 先跟他們說 先說下面的地方基本上不住人 為什麼呢 當地人說睡下面 到了晚上太濕了 根本不能睡 睡下面幹嘛呢 第一個放放雜物 放點桌子 然後放他們的腳踏車 放生活必需品 然後下面那層不住對不對 往上住 所以好多人就住在中間跟上面 一層又一層的水管裡面 那這個水管裡面 很多人住喔 現在居然成了網紅景點 還成了網紅景點 目前深圳東莞 很多的網紅通通跑來這個地方 上面還寫名字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地方是我的 老大政府大傻逼工人 現在住水管 這要怎麼辦呢 而且他們還有個名稱叫鼠人了 沒有錯啦 跟老鼠一樣 真的是不知道該要怎麼辦了 但想不到這兩天 還有一件事情 好多人看到最近這則訊息 突然間說 中國真的硬起來了 為什麼呢 過去中國呢 不敢去封美國 這些所謂的大型科技廠 對不對 中國工信部 最近吃了雄心爆脂膽 怎麼說 美光封 封 封 說封就封 說封就封之後 問題大了 怎麼說 原來呢 美光呢 本來是想說 市值挑軟的吃 我們昨天有跟各位換算過嘛 五十趴在美國 二十趴在臺灣 只有十一趴賣在中國大陸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問題會比較小 想不到現在繞著打 居然打到心臟了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最近在封一種產品 什麼產品 叫做AI伺服器 那AI伺服器呢 目前全世界只有三款的AI生成器 就是那個中間核心CPU跟顯卡 哪三種呢 分別是輝達所做的A100型 H100型跟A800型 總共就這三臺 那這三臺呢 現在呢 好笑了 怎麼說 發生什麼事呢 這三臺呢 雖然是輝達品牌 對不對 嚴格來說都是臺灣做的 CPU呢 整個運算的晶片 是整個台積電做的嘛 那目前呢 把他給組裝起來 國內有四五家公司 最近廣達的股價 尾創的股價 沿路都在噴 就是這個地方 好 這些生成器都在臺灣生成 對不對 對啊 根本全部都在臺灣做的啊 那生成的時候呢 那個所謂的中央的所謂的運算器 他旁邊呢 必須要焊六片到八片的快速記憶體 我才有辦法去收集這麼多資料嘛 對不對 不然我這麼多資料 網路按鍵打打打 突然間要收 怎麼會有那麼多資料出來呢 但他是焊死的一塊是定型的 所以呢 美光的記憶體現在也燒上去了 那燒上去完之後 現在說要封美光 對不對 全中國所有的廠家第一件事情 你知道幹嘛嗎 幹嘛 買 瘋狂的買啊 一直買 本來要排三個月 現在呢 據傳要排到年底去了 那排到年底去 現在買不到怎麼辦呢 加價 還加價 沿路加 所以現在呢 過去一台呢 據傳只要四萬塊人民幣 漲到五萬 結果這兩天呢 說要封美光 現在跳到十萬人民幣 重點是呢 你還只能夠買到所謂的降階版的 買到A800型 不管先買再說 真的被這個政府搞死了 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對於整個廠商來說的話 就是這個技術 你有我沒有嘛 但是如果我沒有我的AI 我就繞不過去嘛 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想不到中國的整個晶片夢 可能真的破了 發生什麼事呢 五月中開始全世界所有的所謂的商業專家觀察家都在看 中心不再接十四奈米訂單哦 這第一個哦 然後呢 到了整個昨天爆倉了 官網正式下架了 十四奈米的單子以後通通都不接了 既有訂單把它做完 以後通通沒有了 那通通沒有完之後呢 對於全世界來說 這個所謂的中商中已經敲下去了 因為中國的高階之城正式認輸了 對 沒有人才 沒有材料 沒有基台 中心現在無忌可施 那無忌可施的時候 工信部又要去封美光 又要去封美光 我們又要去搶那些所謂的AI生成器 所以現在變成什麼了 現在變成老鼠在那邊跑籠子 但一直跑 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但現在的AI呢 真的運算力太強了 出大事了 我們來看昨天晚上 美股突然間有一頓散崩 那散崩的時候 大家都說發生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 結果出來之後 大家嚇一跳 怎麼了 美國五角大蝦又被攻擊了 五角大蝦 而且還爆炸 而且還爆炸 而且還有新聞 全部都出來喔 重點是 恐怖攻擊嗎 AI自動生成 原來是AI攻擊 各位 這個是一種恐攻 這個是一種所謂的科技上面的恐怖攻擊 然後畫面全部出來 突然間閃崩對不對 還好現在大家查證的速度也很快 包括了美國的整個所謂的總統府 包括所謂的美國的五角大蝦 馬上出來說 沒有這是只需烏有 好險啊 好恐怖啊 好恐怖完之後呢 要跟各位談喔 有台積電的人可能覺得不恐怖 現在沒有台積電的人會覺得好恐怖 那是真的 之前股價四百多塊 我們有跟各位沙盤推選 我們就不再贅述 想不到第一個 全球現在風算力 沒錯 AI稱王 那AI稱王現在快速的訂單 快速計算的運單 全部都湧到台積電去對不對 台積電今天又幹下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呢 台積電今天的市值 再度的回到臺幣十三兆七千億 又把騰訊給料倒了 所以他把騰訊料倒之後 目前全亞洲 他是排名第一 在全世界又往前走 排名排到第九 整個全亞洲市值最大的公司 不是中國大陸十四億人的公司 是臺灣兩千四百萬人的台積電